本视频由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我是歪叔 大家都知道蟑螂身上会带有很多细菌 大家也都知道长期不消毒的手机上也会带有大量的细菌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实验 看一看到底是蟑螂更脏呢 还是我们时时刻刻挖在手里的手机更脏 我们选择的细菌采样样本分别是 1.家里抓到的蟑螂 2.饲养的蟑螂 3.手机表面 4.对照组蒸馏水 没有蒸馏水,就用一壶刚烧开的开水代替吧 然后我们准备了四个营养穷值培养机 分别从以上四种样本上采集细菌样本 均匀涂抹在培养机上面 看培养机上的细菌生长情况 首先是开水 这壶开水是刚刚烧开的 应该可以用来代替蒸馏水 顺便起到对棉签的消毒作用 用棉签沾一点开水 稍微让棉签凉一会儿 然后均匀涂抹在培养机上 接下来我们拿一根棉签 放入开水中消毒 然后降温到室温以后 从手机上采集细菌样本 涂抹到培养机上 接下来轮到了我饲养的蟑螂 同样拿一根棉签 放入开水中消毒 等棉签的温度降到室温以后 在饲养的蟑螂身上采集细菌样本 然后涂抹到培养机上 最后这只 是我在家里抓到的蟑螂 看它的屁股上已经有个卵翘了 如果不抓的话 我家里又要多出来好几十只小蟑螂了 同样按照以上的步骤 采集细菌样本 然后涂抹到培养机上 大功告成 那么让我们耐心等待24小时 再回来看看这些培养机 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 现在离采集细菌样本 已经过去了24小时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家中蟑螂的培养机 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菌落 这足以证明 家里的蟑螂身上 确实存在很多细菌 再来看看饲养的蟑螂 貌似菌落总数要少一些 但是菌落体积比较大 猜测应该是菌落与菌落之间 空隙比较大 所以菌落体积 有足够的空间长得比较大 这个是手机上菌落培养的情况 数量跟饲养的蟑螂情况差不多 也是菌落密度不大 单个菌落的体积比较大 看来手机上的细菌数量 会略少于家中蟑螂身上的细菌数量 但跟饲养的蟑螂身上的细菌差不多 最后是开水里的细菌情况 可以看到有几个零星的大点 也验证了刚才的猜想 菌落密度越小 单个菌落的体积可以长得越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验结果 家里的蟑螂最脏 然后手机和饲养的蟑螂 身上的细菌差不多 那么请问 很多要求我抓蟑螂的时候 戴手套的小伙伴 你的手机几天没消毒了 你玩手机的时候戴手套吗 开个玩笑 这还没完 我们再等一天 大家好奇吗 48小时后 培养机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 貌似从开水采样的培养机 变得最惨烈 其实并非如此 其他三个培养机上的细菌 已经长满了 已经看不出均落形状了 让人意外的是 其中从家中蟑螂和手机采集样本的培养机 颜色变成了淡淡的紫色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本视频由 歪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 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歪点子实验室 今天在阳台上发现一只白色的跳猪 看它还在瞬息着自己的手指 非常可爱 跳猪喜欢捕食苍蝇 所以又叫银虎 或者是苍蝇老虎 这只跳猪浑身雪白 身上点缀着一些黑色斑纹 头上还有个王字 确实还真有点老虎纹的感觉 所以我称它为白虎 各位绅士们别想歪了哦 如果实在忍不住非要想歪 就给我点个赞吧 跳猪有八颗眼睛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八颗眼睛 最前面两颗眼睛相当厉害 像两个单反镜头 根据研究发现 这两颗眼睛的视力 不亚于人类的视力 边上还有六颗眼睛 真正做到了后脑勺也长眼睛 这八颗眼睛使得跳猪 拥有360度视觉范围 手机厂商们 你们准备好巴射了吗 除了视力强之外 跳猪的跳跃能力也非常强 一眨眼功夫就跳走了 只剩下一根猪丝 别看它长得呆萌呆萌的 看它的毒牙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优优独立不可能 是什么善良的 咱们再来优独立不可能 再来优独立不可能 再来优独立不可能 一输独立不可能 一输独立不可能 那一输独立不可能